好莱坞数十位演艺界人士出席了多元文化影艺协会 2012年在洛杉矶举办的年会 对于少数族裔以及女性从业人员经常受到歧视的现象 不少演艺人员呼吁各界重视 请看本台著洛杉矶记者的报道 多元文化影艺协会每年定期聚会 要探讨少数族裔同业人员的发展现况以及困境 今年的年会于6月30日在演员工会 位于洛杉矶的演员中心剧院举行 有数十人出席 他表示即使拥有高等学历的黑人 在荧幕上常只能扮演运动员 蓝领阶级甚至流浪汉等非专业人士 怀特说多数节目内容 人偏重欧洲裔白人族群 其实女性从业人员在薪资及角色上也常常受到启示 哈奇森希望有更多亚裔人士加入他们的行列 虽然与会人员普遍认为现在各方面都已大有进步 但演艺界仍急需更多作品来代表美国这个多元化社会 新团记者少可纯 黄文华美国洛杉矶采访报道